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2013年中国天王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团第一阶段的一场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在山西省林秋县的文体中心 举行的一场比赛 比赛的双方是 山西大同平行关 经地矿业俱乐部代表队 和北京北控燕京啤酒代表队 双方现在已经打到了第三盘 因为刚才在前面是 中网的李纳出场 所以这个比赛一直打得比较长一点 这样我们预计 这个时间大概晚了一个小时 不过好在比赛还在紧张激烈进行 在第一盘的比赛里边 这个丁宁是3比1战胜了冯天威 在这盘比赛里可以看到 冯天威的技术有所恢复 而且水平打得非常好 在第四局打到了13比11 丁宁才险些取胜 在第二盘的比赛里 郭燕是3比1战胜李小丹 这场比赛应该说实力也是比较均衡的 但是北京队的两个运动员的经验 还是比较丰富 目前2比0比先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第三盘的比赛 就是北京北控燕京皮朽俱乐部的郭燕和李天一 来对山西大同平行关金地宽业俱乐部的冯天威和刘金阳 冯天威大家都比较熟悉 他在2010年的世界杯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中 当时一个人是拿了中国两分 战胜了丁宁 战胜了刘诗文 导致中国队输给了新加坡队 另外郭燕大家也比较熟悉 他是2010年的世界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 是本场比赛里年龄最大的运动员 纪念31岁 论资格接的就是冯天威 冯天威纪念是27岁 他也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单的第三名 现在双方在第一盘的比赛里边 我们看到山西大同平行关金地矿业是1比0领先 现在是第二局 北京队的李天一 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 这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运动员 他只有22岁 在全国锦标赛中 也是跟北京队一块打到了团体的亚军 另外他的主要特点是左手的横板 快弓结合胡圈 基本技术比较扎实 也是一个很有潜质的运动员 大家看到现在刘高阳是今年17岁 是整个比赛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运动员 他在2012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团体赛中 获得了混双的冠军 这个队员也是一个左手空我球板 胡圈球结合快弓 所以双方都是一左一右 两个年轻的选手都是左手 两个相对老的都是右手 现在是郭彦发球 郭彦今年31岁 现在郭彦发球 同天一起发球 两个年轻小将都是左手 近地跨越的运动员叫刘高阳 就是这个运动员 刘高阳调打出界 这个队员只有17岁 但这场组裁判的是国际级裁判 风天一发球 加油 国际级裁判彭华也是来自河北的石家庄 是一个乒乓球 也是一个教师 北京队虽然是2比0领先 但这盘双打显得非常重要 一旦双打失手的话 那么后边第四盘 就是双方第一主力的交锋 也就是这个丁宁 对李小丹 今天丁宁是打的1号和4号的位置 李小丹打的是2号和4号的位置 所以他们双方呢 第一主力要在第四盘相遇 现在刘光阳发球 郭燕齐发球 加油 由于双打比赛采取三局两胜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这个大同平行关禁地矿业呢 就扳回了一盘 在第一盘呢 是北京北控燕丁啤酒俱乐部 是3比1丁宁战胜冯天威 第二盘是郭燕 3比1战胜李小丹 现在第三盘反而呢 是被这个山西大同平行关禁地矿业 捞回了一盘 所以现在呢 整体的比分呢 是2比1了 接着就是第四盘的比赛 第四盘呢 就是双方第一主力的教练 也就是说 有主队 打主队的丁宁 和打客队的李小丹 乒乓球比赛中 第一主力 也就是在四盘比赛里要打两盘 只有这一个运动员 可以在四盘里打两盘 另外的运动员要 如果打两盘的话 只能打一个单打一个双打 而不能打两个单打 所以打两盘这个运动员呢 就被誉为第一主力 如果你是主队的话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第一盘和第四盘 是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是第一主力 那北京队呢 就是丁宁今天是主队 就是一四 就是第一场 第一次盘 都是由丁宁来打 那么李小丹这个客队 如果是客队的话呢 就是第二盘和第四盘 是一个人打 所以你抽签的时候 抽到客队了 那你要打第一主力 就打第二盘 第二盘 第四盘 这是一个人 那就是李小丹 所以现在呢 就是两个第一主力相遇 但是李小丹 刚才在对对方的第二主力 过眼的比赛中呢 已经丢了一局 在地盘 也就是一比三输了 但是李小丹呢 在那盘比赛里 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 进攻比较凶 两边的发力也比较好 整体上水平基本打出来了 所以像李小丹 郭月 丁宁 应该说是在 基本上在一个水平线上 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发挥的很出色 在这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比较到位 那取胜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和丁宁比呢 相对来说是下风 现在李小丹发球 丁宁呢 现在在整个的平朝联赛的 前面的十四轮比赛中 他是排在了第六 李小丹呢 是整体排排在第九 所以两个人还是比较接近的 李小丹是胜十四场 输了九场 丁宁是胜了十场 输了七场 所以这也是相对比较接近 现在平朝联赛的整个排名中 排得比较靠前的 你看今天比赛中的五阳 是排在了第四位 另外呢就是郭艳 现在排在第三位 刘士文李小霞都排得比较靠前 所以目前的中国平朝联赛 关键的就是第一阻力 你要能够拿分拿两分 这样取胜的概率就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双打也非常重要 双打如果能拿到一分 第一阻力又能拿到两分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队呢 基本上前三名就是确定的 现在李小丹发球 李小丹和丁宁都是1990年出生 所以两个人呢都是23岁 李小丹呢是获得了波兰公开赛的女双冠军 2011年卡泰尔公开赛的女双冠军 李丹的第三名 丁宁的最好成绩 大家知道是2011年的 世界乔房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在这次的奥运会的比赛中 决赛他是输给了李小霞 中国乔房球选手的这个基本能力非常强 尤其是这种相持能力 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而且非常娴熟 3比5 今天在这个山西省的林秋县文体中心举行这个比赛 这对当地的乔房球爱护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有很多人呢是从不同的地方山西不同地方赶去来观看这个比赛 现场观看感受大不一样 你看丁宁刚才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在被动情况下的两边的封堵 这个能力这个李小丹呢还应该很好的学习 李小丹显得比较凶但是就没有叮咛的这个凶和稳的这种默契 乔房球很重要的就是要减少无畏失误 就是说你不失误你失误的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再加上你进攻有威胁 这两个合起来就是两翼齐飞 漂亮 从丁宁刚才的一个封堵得了一分以后 紧接着形式就大变 马上拉开比分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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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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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李小丹呢 从他的身体条件各方面来看也是非常不错 个子比较高 身体灵活性协调性柔韧性都很好 两面进攻的能力没有明显的漏洞 现在关键的就是能不能就刚才我讲的一个是五位失误要减少 另外一个就是进攻威胁要加大 你看这种球 这种球像作为丁丁来讲的失误可能性就比较小 就是要学会在什么情况下是该凶一点还是稳一点 如何把这个五位失误和进攻的能力啊这个点平衡点找到 现在场上比分10比7 现在场上比分10比7 这次呢平朝联赛也是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活动啊 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包括呢像举行了一个现场的主持人的大赛 另外呢就是像这个青少年的训练营啊 这都是在11月17号呢就要结束 还有呢就是保持了每一年都有的 这361度中国平凡球纪录部超级联赛的最佳运动员的评选 那我也注意到了这个评选目前的这个情况啊 虽然说李小霞啊 他是拿到了这个奥运的冠军啊 但是在这个评选的表上呢 他的这个得分啊远远的差于丁丁 所以这个运动员的魅力啊 除了你的这个成绩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呢丁临的这个得分啊是遥遥领先 在男子组里边呢是张立科的领先 分数也非常高啊 他是27543票 而马龙呢只有6620票 而王浩呢只有2995票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观众朋友们特别喜欢乒乓球的 有积极发表你的意见 使得这个结果呢能够更加的 能代表你观众的意图 你看又一个5位失误 连续三下都非常好 第四下变直线的时候失误 现在叮咛发球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301度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 女子团体的第一阶段的比赛 那整个比赛呢就是这些队啊 每个队和每个队要见两次面 这叫第一阶段 见两次面以后呢 就根据你啊这个打了这个这些队啊 一共见了两次面的最后的成绩 啊来排出 一到四 啊获得第一名和到第四名的 这四个队叫夺冠组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要捉对厮杀最终呢 杀出一个冠军 所以这种比赛相对来说 在第一阶段啊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避免偶然性 你说我第一次没打好 那你对一个队对两个 你对每一个队都要进行两次比赛 没打好 你两次呢难道还打不好 是吧所以这个呢 他是这个要求呢就是 要相对来说 采取雄环赛的优势啊 就是要避免偶然性 那么到后期呢就进行淘汰赛了 那这个呢是有偶然性 但是因为前期啊 已经进行了这种较量 所以呢到前面肯定四个是最好的 那么四个最好的要进行淘汰赛 那这个时候可能偶然性是多一点 但是呢这种赛制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因为你完全采取这种循环赛呢 时间太长场次太多 你看李小丹又是一个五位输 所以他前面的球都很好 就到后头的时候 不该丢的球丢掉了 这就叫五位输 所以超一流的选手 五位输入率相对都是比较低的 那本场的技术代表是中国拼携的官员 圆华 本场的主裁判是来自河北省的国际裁判彭华 拉球漏掉了 所以皮膜球啊它这个心理状态非常重要 你稍微有一点变化的话 你的心跳就会有变化 脉搏就会有变化 肌肉的紧张度就会有变化 这样呢你对速度和空间感 就会发生微妙的差距 而拉球的时候 球和拍子实际上是微米之间 即微米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你稍微多一点 稍微少一点 对方球稍微快一点 你可能就拉空了 这都会表现说失常 李小丹也是在一个爬坡的阶段 他在2012年卡塔尔公开赛 获得了拟担第三 其他的成绩呢就不是非常理想 所以他现在的需要呢就是 在大赛中有一个好的成绩 来振奋 对于丁宁来讲 他在2011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拿到了女单的冠军 但是在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当时是输给李小霞 所以他呢面临的任务就是 如何在奥运会 今年已经23了 所以再等 到这个16年奥运会的时候 那就是26岁 那个时候是 想奥运会冲击的一个好机会 这对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李小丹可以看到他的球啊还是有威胁 这点很重要 如果一个运动员他力量不够 没有威胁 那这个运动员基本上打超一流 基本上打不了 必须首先要有威胁 但是同时呢 还要呢 这个 就是随着经验的积累 和技术的全面 无谓失误要少 再有呢就是关键球的处理 和大赛中的关键的一两下 这个心态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双方的主教练 都在指导 这边的是周树森 那边是颜永博 这边有蜕牙 澄螺 这带着 刀 这背上 顿 大家看到周四生本来是北京队的总教练 后来他到了新加坡 退休以后到新加坡就给冯天威当教练 当时2010年带领新加坡队 战胜了中国队 当时冯天威是击败了中国选手丁宁和刘诗文拿两分 那么中国队也是第一次失去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现在他又随着冯天威来到了山西大同 近地矿业俱乐部来指导 他对北京队的这些运动员因为都是他培养的 所以他是了如指掌 这个对今天对北京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是非常关键的关键球 关键球的时候要了个暂停 现在丁丁发球9比7领先 两个发球权 短的反手直线 然后紧接着反手呢 一个快带了一个中路 这个落点非常好 短的形成相持 还是连续压中路 这是大同近地矿业 他们里边还有呢 目前的世界上销球最好的运动员五阳 也是派在了最后的一个出场 发球抢攻没有打到 这样呢 第二局的比赛就11比8 丁丁取得了胜利 那么这局的主要是可以看到 丢分丢的比较多 就位置物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你别提点 他这条件都没办法 对吧 脱球也是要脱球 所以你发这些做巴子 不要发这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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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大军不在 他的手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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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作为教练员来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针对运动员当时的情况具体出招 比如他现在很烦躁 那你跟他说很多技术上的细节没有意义 怎么样把它稳定下来 比如他现在被对方的一招给拿住了 那么这时候你要针对在这方面怎么让他破解这一招 如果自信心不足的话 那怎么却自信心上有针对性的去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语言要简洁 同时要和运动员有互动 他如果说你说半天他根本就不理你 这种情况是不行的 必须要让他感觉到他能够接受这个信息 第三局比赛开始 今天叮您基本钉李小丹的中路球比较多 所以对李小丹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就是你的平时训练的时候中路过不过关 又到中间去了 山西的平方球呢 近年来发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过去大家知道像周兰森啊 这个筹宝琴啊 这都是山西出来的 后来呢山西队就不是非常理想 然后呢就是庄子栋 当时在七几年的时候就是 到山西当了一段教练 从那个以后呢 山西队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观 特别像管建华拿了这个全国冠军 而且呢参加了世界锦标赛 后来到现在来看的山西队的基础呢 反而是更好了 你像现在呢在这个平朝联赛里面 有两支女的俱乐部都是来自山西 一个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 呃就是大同的这个平行关啊 经济矿业 还有另外一支队伍 也是山西啊 女队的一支队伍 就是大土河滑动理工 所以它有两支平朝的队伍 所以山西的基层乒乓球开展的也是非常好 我记得在这个山西的鹿安煤矿 当时我印象很深 它的这个除了领导以外 乒乓球协会啊 包括各个底下的矿山啊 乒乓球开展的都非常好 而且成立了很多有特色的俱乐部 现在呢就是乒乓球更重要的 就是要为全民健身服 不仅仅乒乓球为国争光 更重要的是为全民健身服 所以它这个简单易行 对防止老年痴呆症非常有效 所以应该呢 各级领导都应该重视起来 把它做一个好的全民健身的一个活动 漂亮 一般的在乒乓球里边 如果你的水平比对方低 首先的整体策略就是要搏杀 不能跟他耗 你跟他耗的话 因为你整体实力不如他 所以你必须出骑兵 就是要搏杀 刚才李小霞这个李小丹 就基本是搏杀 有一个 搏杀就是平时 比如这球可攻可不攻 那这时候就要攻 平时可发力可不发力 这个时候就要发力 这就是搏杀的概念 另一个概念就是要积极 平时可能抢攻 没有那么凶 那这时候要实当的凶 这样的就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一旦给对方压力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变数 你看丁丁刚才这个球的隐蔽性很强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在从小的时候 在打基础的时候 要有这种意识 就是要出手 让对方摸不清你往哪出 这样的球就是说 所谓的做人要老是 打球呢 要这个刁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球呢出去以后 不要让他一看就知道你往哪去 应该是 好像去反手 实际去正手 这就对了 好像是下拳 实际是不逊 如果能够把球 每一个球都要这样思想去考虑的话 那你的球出来以后 别人就非常害怕 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往哪去 这个呢是一种意识 是从青少年的时候 就要培养出来 你看李小丹 这一局明显的 在球的质量上 和抢攻的意识上 都加强了 这就是说 所谓的就是搏杀 丁宁呢面对这种搏杀 他有几个策略 一个策略就是要积极抢到对方前头 你搏我我也搏你 是吧 你认为我是一个靶子 你要打我 我还认为你是个靶子 我要打你呢 那这个就是一种高素质的 我记得当时邓亚平的时候也是说 那么别人拼你 你是世界冠军 但是你自己认为 我 我把姿态放低了 我也拼你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从概念上 从这个 这个 整个场面上就会有变化 另一个方法 就是干扰 你不是搏杀吗 你搏杀我 我干扰你 我忽快忽慢 忽转忽不转 落点的变化 造成什么 造成你失误 你虽然凶 但是你失误多了 就没有威胁了 漂亮 丁宁这是靠手感去胜 这个球很难搓 那么长 然后他在下边 把球都搓得那么短 这是手上的功夫 漂亮 接发球 这个球又是 感觉就是出手前 你不知道往哪去 在出手的瞬间突然爆发 这球李小丹的跟进没有跟上 就步伐没有赢上来 这样呢 丁宁看来是取得胜利了 正在场上比分 是10比5 到了赛点 这样11比5 丁宁就以3比0 取得了胜利 看来丁宁在今天的比赛里 表现得非常好 最终是拿到两分 北京 是以3比0 战胜了大同平行关 近地矿业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比赛呢 就介绍到这里 是由蔡农姐说的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